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奖牌 以及奖金1万元 还有由台北市农会提供的奖牌 以及奖金1万元 给我们的绿竹笋王 一举拿下绿竹笋评鉴比赛最大奖绿竹笋王 及以外观为评鉴标准的美笋王 来自景美农会的农友高美雪 开心分享种出笋王的秘诀 有时候我们会试一些 就是我们果菜的皮 就是有机的那种蔬菜皮 然后去试下去 那吃起来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都是用心在做 我们两个夫妻就是认真 就是实实在在 我们要卖给客人的是吃的安心 然后品质能保证 这一届参与台北市绿竹笋 品质评鉴比赛的农友共有100人 台北市农会方面强调 台北市绿竹笋耕种面积与产量虽然比其他县市少 品质却更为优良 而在发展精致农业的过程中 生产这一端是关键 因此期盼北市府大力支持 以吸引更多青年农友愿意返乡物容 我们强调的是三生农业 把农业的生产 农业的生活 农业的休闲 农业的所有的体验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这一端 其他的可能都是零 所以生产的部分我们一定要顾着 不但是我们的绿竹笋 甚至包括我们的茶叶 还有其他的山药各种产业都是一样 所以也期待市政府继续给我们支持 大力的配合 让我们的青年农民都能返乡来务农 让这个产业继续能够发展下去 首度编列奖金鼓励得奖农友的台北市产业法案局方面强调 台北市虽然是大都会区 却也拥有农业 期盼透过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农合 成为台北市的观光农业特色 也希望与农会及农友共同努力 让台北市竹笋变成是一个品牌 我们一直其实都跟我们农友配合 去做所谓的农药检测 就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买到最优质 同时也是最安心的竹笋的产品 我想未来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是 让台北市的竹笋变成是一个品牌 到五月六月的时候 你要送礼 要当伴手礼的时候 把台北市的竹笋变成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未来我想我们跟农会一起努力 跟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一起努力 我们去打造更精致 更品牌化的台北绿竹笋 各区农会也在现场展示 以绿竹笋录菜的各式美味料理 台北市农会强调 6到9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的主要盛产期 现在正是品尝绿竹笋的最佳时节 即使起到8月底 包括士林区农会活力生活馆及木榨区农会一楼都会有鲜笋贩售 每周日在台北花博农民市集也会聚集各区农友 展示新鲜现彩的绿竹笋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一起品尝鲜甜爽脆的绿竹笋美味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